大家好,我是笑影丽卓社会王永耀 今天是成龙讲堂的时间 今天的讲题是围绕在我们的愚可摆拍 摆拍和抓拍的时间 如何去运用你的思想构图 增加作品的气氛性 在我们出很多外影的时间,我们的爪拍就一定要。 但当爪拍到的环境喜可之下,我们亦都可以将爪拍变成摆拍。 当然有些情况我们只能够爪拍,好像影舞龙这些,有时未必能够摆拍。 但在乡村人物写实的故事之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将爪拍变成摆拍,增加了气氛。 好像现在,你们看这张,两个小女孩,两个人在这里,一小女孩和一婆婆在这里, 但我看到他们的气氛很好,而且他们的表情各方面,是有摆拍变成摆拍。 有时要有道具,有时不需要道具,只要思想亦都可以进行。 就像这一张,就是没有什么道具,没有适合的道具,我们只要用思想去摆拍。 那这张摆拍,你看到,就是他们要,好像说秘密给那女孩听。 那女孩听得来,很开心说故事,开心到很好笑,露出笑容出来。 那这个人物的气氛就会见,当然也是配合了我们需要的光影位置。 这一幅是我们很多次去缅甸找到长颈族的姑娘去摆拍的。 这些摆拍,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只会摆在前面, 老婆教的那个女孩,或者她的媳妇,在这里丢佛像。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题材了。 现在这一张拍摄的时间,用另一个角度去拍摄。 因为那里有很多木刻的佛像。 那这一张就在前景之下,找了一排佛像在前景。 当然,如果把这些前景摆出来,我们一定是把它毋毋了。 毋毋了之后,才会突出到两个人物的表情。 所以,在另一个角度,拍摄摆拍的作品。 就像说过,两个和尚仔在那里典竹。 这张作品的摆拍有很多版本。 这就是典竹的版本。 上一次给你们看,就是两个和尚仔在那里拜。 拿着蜡烛向着佛,在那里求问拜佛的感觉。 所以在摆拍之中,同一个环节, 你可以想象不同的气氛的作品,不同的题材,可以摆出来。 这个摆拍也是很重要于时间,天时地理,人亡。 这个时间拍摄,在窗口射得到耶稣光的, 你要知道是,不是一年365天的,一定是一段时间。 这个一定是要露月和下午的时间, 阳光能摘入室内。 所以我们不是每次能够拍到这个位置, 不是每次能够在这里摆,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很简单,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佛寺, 没有特意请皇上仔去。 但是,这些就是和尚的骨灰银, 其实是老和尚的骨灰银, 里面每一座都有一个去世的圣僧在里面。 他们建得很漂亮, 一层一层有几百个这样的骨灰银, 但我们只要选一个V形赤角, 已经很漂亮了, 纯白色。 当时有一个和尚经过, 一个小和尚来的, 是一个徳书院, 我们请求他去摆拍一下。 爪拍和摆拍变成差不多。 因为如果他正在走, 你可能会摆拍。 我们想在这里读书, 他一定会讨书, 你会看到, 把爪拍变成摆拍。 这一张是一个小和尚子, 养着很多和尚仔。 当时他们休息了, 我们去到那里, 供奉了一些费用给他们, 一些寺廟都很穷, 因为他们是一些孤儿来的多数。 我们要供奉一些香油钱给他们, 他们也要生活。 也得到老和尚同意,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们平时会读书, 但平时没有人在这里。 其实这里比较空置了很多时间。 我看到有些桌椅, 我请他们的华尚来, 在这里读书, 然后等佛兰我们来拍摆他们。 大黄尚在教他们, 教他们读书。 这个环境和气氛都是要自己安排的。 因为他们站在坐的位置, 我们要遭到镜头角度, 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把那些人黏在一起, 你的爪拍和摆拍不会很成功的。 现在他比较成功, 因为他们也不会黏在一起。 这个是凤凰古城两个老婆婆, 摆一拍的作品。 原本我们在这里是爪拍的, 但是爪拍的位置光影一定一定适合我们用的。 所以我们就找到另一个角度, 位置, 適合我们角度的地方, 然后摆出这张作品。 两个老婆婆, 適合你摆拍的作品, 二个人的传神性是很重要的。 这个老婆婆在那边穿枕针的时间。 这个瘦花鞋, 在看他在学会, 为什么穿得好呢? 有两个表情与传神 光线眼神是一字 这才是好的摆拍作品 现在这张只能够找拍的作品 只能够找拍我们就要找什么环境呢? 黄昏时间 因为在黄昏的时间他们会点灯笼 太阳就下山有点点红 这个时间的色彩最高 前景中景阴景 你会觉得那个作品的深度就很足够 若不是这个时间 不是用这个镜头 运用镜头 夸张的前景 这张作品就平平无期了 空雪小和尚 我今天将几张的风雪小和尚 摆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 这个风雪小和尚 有洞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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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 有悲 有愈喜 前面的小和尚 因为很冷 闭上眼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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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小和尚 很开心 有些在笑 人生都是这样 有悲有喜 小和尚的生活 一样是有悲有喜 带动一个意义 为什麽 为什麽 他们会有些人 有些人会悲 那这个 就是我们 摆 原底的爪牌 但是加了我们 少少的 添一些 欺笑 欺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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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 我们能够做得到 他们的热笑 因为当时 我们又在拍摄一些落雨 落雪 他们就危险 他们就找一些小石头扔我们 我们就扔回他们 他就扔我们 在虫中之中 那些和尚就开心一笑 有得玩 所以将作品 能够有悲有愈喜的作品出来 这些庆典 很值得我们去 拍摄 这张拍摄的角度 令到他增加了 他的气氛 我们拍摄的人 蹲下角度来 拍摄上去 他当堂 大了 高大了 扩散性 是很好气氛 如果平角度 他们的人就没那么突出 所以有些环境 一见低角度 我们真是不要说 插上那些烟花烧到满天 都是 整个画面 都是扬日着 节日祭婚 大家看很多这些吴川的作品 这张作品 经了后期的制作 闪电 令到 暴风雨 来临 一路 一路 精神 坚持 勇往直前 这个意念 就很强调出来 不怕风雨 勇往直前 这个就是 船家闯海 那个意念 刘慧安女 我们看过 几次 怎样的构图 给大家看 现在 这一张 摆法 亦都是 又高又低 又远又近 这两个人 啊 那你这些作品 只要这么看 一个图片 噢 没事了 是不是 前景几个波波 高的地方 两个人在整网 看来 远处 也有三个人 在这 收网 五个唯一轮 角思奇迹 角度 突出了 那几个 波波出来 那个构图是否漂亮很多 这个线条 整个画面的线条 是很有弧形的 效果 立体的效果 这个 在这个 杭州那边拍 乌镇那边拍 很少有酱油厂 以前 我记得我四十年前 拍照的时候去哪里 深圳 就拍过这些酱油厂 现在深圳大城市 什么都没有 是吧 唯有去远的地方 仍然找得到以前的 规矩 尺导 就是这样 好一个三角三角形的构图 香港以前也有 是两个老人家在那里 看看这些酱油搞定了 一个对角线 形成了在画面 很有乐体感 这个是爪拍终极 可以说是很精彩的爪拍 不用一定摆拍 眼里面 随时注意 注意在 每一个 和尚 每一个小和尚 每一个大和尚 每一个地方的足跡 我们一眼观看 不要怪看 这些表演 在旁边 正在表演 原来 生活中 是有那么多 不同的 意义气氛的作品 是 在你眼前 如果你留意得到 就是你的 留意不到 就是失了那个机会 这张 已经是 摆拍那个 有起有路的 作品之后 停了下来 仪式开始了 那些 小和尚 就不能够顽皮了 只是默默地听 看看当时的 智力的气氛 但是又很动 动到他们也是 失缩了一够 那我们就可以 突出了 那几个小和尚 他们 那个 那个 眼神表情 已经是一个 好好的作品 这张也都是 当时 古古古古古古的事情 当然 但是你会看到 这些作品 你会很开心的 有些 为什么和尚 那么凶 动到他在臣 苦面 有些人在笑 那这些人生白财 已经是好好的题材 这张 拿了金牌 这张 和小和尚 动到 福利一边 其他和尚看到 他在慰问 他 其实这张是合成的作品 其实这张是合成的作品 这张就拿了金牌 在大梁山 一帮儿童老师教会放学的时间 我们刚刚经过 我们在山腰的位置 他们在楼下的条路走 去到前面 就是他的家学校 我们就请老师说 老师可不可以叫小朋友 在那儿捉一下 陈伯利影机场 老师很配合 但是 他说不要紧 最重要是 小朋友 他们玩的时候 是完全 没有做作的 他们真的很开心 他们玩 后面 两个站在那儿 看着他们玩 已经很有趣了 光影 这些是靠你自己 抓拍的时间 找到好的位置 再摆拍 所以就出了这些题材 这个 每一次的 跳火 跳火的体育如组祭火 最后一个仪式 就是这个 那些野人 是跳过那些火 差不多这个已经 完长的时间 最后的 一刹跳火就完了 好处我们 当日 早了 收工 我们 所以 还有光 还有这么漂亮的光 开始五点几 有时六点几 太阳落山 没那么多想 有光有影 他跳过 跳过火多的时间 你会掌握到 他们 那个气氛 无论是 脚 伸出来 跳过那些就最好 三个妻子的笑容 三个妻子的笑容 原本 是 爪拍 爪拍之中 我们要加强 他一个气氛 就要再摆拍 引导那些妻子在那里笑 笑得这么开心 这张作品已经差很软 这张又是 那个学校 小朋友 穿了这些贵州的服装 黑衣藏族的服装 上学 我们要摆拍一张叫 剃头 老农夫剃头 以前那些 他们的藏族人都是这样剃头的 自己剃的 不义伦夫 什么 在那里 拿着刀来刀 退 那个地方 是有这个 习俗 所以我们要重演 他的习俗 但是想不到 那些小朋友 当剃头的时间 其他几个学生 看到很好笑 发誓内心的微笑 就是 作品的成功 他们的笑 不是好像 假笑一样 是真小小的 抹大小的口 这个村的村民 全部都是这样 好像刚才婆婆的张又口 他们 为什么呢 他们是 不会掩饰 喜怒哀乐 人生就不应该掩饰了 他们真的没有掩饰了 他一笑起来 哈哈哈哈 特别传诚 精彩 这个和尚摆拍 是很成功的作品 我们曾经摆过 三个 两个 一个 无论你三二一号 一二三号 现在四个和尚 只要你拍得到 他们 大家 互相交流 沟通 这张是好作品的 四个和尚 你看我看你 大家是有交流的 我们摆的 母龙的作品 土流母龙 很多张给大家看过 这张 就是 电脑做了一张 有点不同的 加了母丝 母丝那个也是土流染的 我们这两年都已经做过 土流母猿龙有母丝 成本都挺重 这张就是 转了把电脑 把母丝 刮到 土流王子 最大的土道 的地方 那张照片的中间 让他们的气氛有作不同 两个老人家的摆拍 你以为摆拍很容易 不容易 摆拍你才能找到 你需要的人物 他们的表情是要传实 不要找到那些 默默独独的出来 来摆拍 你就是事倍功半 这两个老人家 这两个老人家 阿怀不用说了 和我摆拍很多次 他也是个事业家 所以知道 怎样 喜怒哩乐 怎样 营造了这个故事 出来 很容易 但是 旁边这个老人家 我第一次摆拍的时间 完全没有一张作品可以用得到 因为他初初未识 他的头发很漂亮 骚又很漂亮 但是他未识表现出 他的喜怒哀乐 把笑淫似笑 哭淫笑哭 结果日积越累 第一年不行 第二年OK 第三年 第四年 越来越厉害 是要训练的 结果训练到 一张两个老人家 都是这么全神 摆拍得这么全神的作品 评判 很难不给 给奖给你们 所以我说很多次 经过最后的摆拍 作品才能提升 这张在江门 我们拍摄 这个小雀的地方 有很多间廟 其中一间廟 专业挂很多塔 因为挂得太高 所以我们说有摆拍 近黄芬摆拍 他就 放个人在这儿 就有边缸 那个 点烟拜神 有烟 升上去 这个全靠这些烟的 构图形容 构图 就助长 将作品成功 一张 一张 曼芬摆 找到 这个 这个好的环境 我们当然 立即叫那些人去拍 拍完之后 回去再看看 加了一个电脑加了一个小狗 看着那个蒂素 那张照片 就更加全神 所以后期制作 亦都是 令到这张作品 更加添了分数 这张 尼泊尔 那个 乡村小朋友 拍到差不多 要下班 走 这帮小朋友 都不想走 跟我们玩 接着有个人 叫他 兜鸡出来 好有兜鸡 有兜鸡 他打开了 给米 鸡在那里吃 鸡在那里喂鸡仔 吃饭的时间 那些小朋友就走 捉了两个鸡 跳高 几个鸡 扔 三个说扔 五人第一只 结果就出了这张 空中飞鸡 的作品 个个这些鸡很开心 他们玩的时间 真是 很投入 乡村的小朋友 他们很开放 当他们开放肯玩的时间 纯真就会表现出来 同一个 两个 凤凰古城的婆婆 正我一张 一个 穿针 一个 纳婆 这两个 亦都 在 瘦花 瘦那些 骸子 那些骸子 但是 他们都是 很好的表演 这张是纯摆拍 有意念 人物的作品 有意念 当然好了 对不对 买了两只小鸡 有个小朋友在玩 刚刚有个 在游泳 在游泳 小朋友看着很开心玩 对不对 妈妈跟他们一起 又下雨 下雨又怎样 是吧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拿出来 拿张是比较容易的 另一个摆拍 家庭乐有高有低 三个小朋友 后面有两个 在等着开饭吃 一个在帮手在烧柴 煮水 一家落荣荣 是吧 两个婆婆 都很开围在那里笑 是吧 这些 气氛 摆得出来 相信就是好的作品 又是 阿怀和婆婆 两个在 人生另外意义 双半佳露 有粥吃粥 有饭吃饭 有粥吃粥 你将它跳绳 三个人在跳绳 跳得很开心 低角度 是吧 用低角度去拍 三个人又不痴 是吧 又不痴 一二三跳过去 儿童乐园 儿童的作品五网 就会扣人心愿 这张完全没做过 只是给一个 爪拍之中 一个好的位置 给你们 参考 我们一般来说 这些环境 找一般 V型 你看那些香 站在V型的构图 它就会突出了 整个画面的那些 那些曬香的香 塔香 构图的构图 构图之味 他们读书的时间 哦 上课 真真正的就是上课 出时间 诶 老师竟然背着 寶寶在那儿上课 我想我很少见过 是这样的地方 在山区才会有 因为他又要照寶寶寶 老乡书化的老师 这些几句 我在摆拍了一个 姚族 红头姚的伯伯 我都要利用那些光源 光的影 他的神态 表现出他的气氛 拍摄人物 你是很要靠自己 如何凝造的气氛出来 找了两个鸡笼 放在前面做一个前景 他就坐在旁边休闲地 在那儿抽他的大烟 抽到大烟 光影很漂亮 下载光过来 很有 令到人很有立体感 最重要 他的眼神 这张照片的眼神是很好 很精明的眼神 抽尖抽得很精明 已经是一张很好的人物作品 赶我 赶我 我们在潮州影的赶我 刚刚在树梁那里 走出来 最好 赶我后面远一点 赶过来 烧耶稣光 有赶耶稣光 一冲过来 已经是一张好作品 这些 摆拍 如果你不是摆拍 它不会一定在这个位置 走 又要加一些气氛 又给了一张爪拍 你看 这些完全不能够摆拍 隐蔓锹 全身不会被摆拍 他已经做好鱼去收网 收好网 他刚刚拉他看 V形的时间 做了一个前景的主题 但是我们后面 还有很多 的 渔川的故事 在这个作品的后面 还在收拾 所以叫做有宾有主,后面的人不影响前面的协作品 很足够的写实协作品 大坑的夜龙没有摆拍,只有爪拍 爪拍要预先逐色的场地 这个位置高度 你看这张位置一定是高一点的位置 所以很多人在拍摄这些作品 有些多5呎,高度吊出来 有些站上墙也不是很多位置,所以是霸位 当你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就有很成功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脚表现在这个墙子 这些位置已经大约都知道 只要有一样高位的时间就很容易 拍到像这张龙头 很精彩,龙身转转,有动感的作品 你将在云南,并非是爪拍,爪拍完 请他们两个去我要求有光影的地方去摆拍 所以也是摆拍的作品 摆拍要求你将光影位置掌握得好 再将人物摆得很好 加上两个年养仔 因因恩恩恩恩爱外 很有ig愉迷 这是很好的作品 这些村里有人要举行 昨天号召得好 粗鲜厩 买好一些制药,还有制药高低,有些要高映,有些要低一点 你只有多层立体感,你摆拍就要尽量摆拍到最好 不是随便摆出来给人看,我们要摆到整个画面上很有气氛 有高有低,那些人又不黏,小朋友又不会黏一架,便容易成功 这个山西腰虎请了一对这样的人 到那里,他说带我们上山去找一些树林摆拍 我一直在想,上面山上的树林会不会有好的环境摆 一路上山之路,我便发现了这间屋 他们这些树林在一个山洞里整个树林 我看到,不用去,你不用去吧 我说这里有,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只要爱他有一个气氛 去他当地的那些树林已经是很好的气氛 加上前面有一棵梨花,正是开了白花在那里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环境一定出了相 我说你们不需要上山,直接在那里铺 所以整队人就停在那里 当我安静到那些股手的位置,当然我们也有提供 也都说你们这边,你不要阻止那位置 我已经是找到,适合他们打腰鼓的场地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刚刚就说这棵梨花之下,下面有一个地方 有深度,有深度 阳光,后侧光,又漂亮,一跳起时又有两个光影 没得顶了,这个坏字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找得很好 接着,他有几对人,小朋友,大人,打腰鼓 一男一女,他打得来他们 有他们的一个山西的味道,很有特色 结果我们打了好几张 有大人,小人,小朋友的,有两个两个 结果,不用说了 有一个影友就将一张 两个打的,向着梨花的一张 当然不是一张 那个就是林慧文医生 拿到世界受益第一名 他包括这一张打腰鼓 一路打的时间 那个梨花树 一路飘雪地飘下来 为了气氛 可能我也有些不适合的 破坏了那棵树 有些树摇一摇 有些好像落雪的感觉 那张作品就是拿了金牌 我这张拿不到的,因为我没有落雪 这张没有落雪 因为落雪我不能够摇太多 摇两次就算了 所以作品就是这样 所以作品就是这样 有时要思想到 一落出来就好像落雪 那张作品就赢了 那次就是波浪谷 波浪谷 线条很漂亮的 如果不摆拍 光影空光下都不错 最好有机会摆拍 这张不需要摆拍 这张影也可以摆拍 其实波浪谷 这个线条已经很漂亮 我们可以摆拍 一个人在中间 这张作品就很理想 不算这些厂海作品 是不是要高角度低角度 低角度 低角度的海水很漂亮 一定尽量不要平角度拍 就是拍这些照片 低角度的船位就超高一点 加上当日真的很好气氛就是背景 背景的红霞是很理想的 不算出很多漂亮的作品 真的因为天时地利人王 这张又是很大浪很大浪之下 只要散生了这张作品出来 是吧 现在又要懂得把浪做了前景 一涌高的浪 加上当日的云 云带是很漂亮的 所以这张照片 配合到前浪和云带的气氛 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艺术照片 摆拍与抓拍 如何人造气氛呢 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